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点 快点 后面跟上 跟上 小心点 小心点 志青 志成哥 你下来喝会儿茶吧 现在我是知道了 这个仗次人难哪 什么时候都得把全族的事 扛在肩上 放在心上 由不得自己性子来 三叔 你比我有本事不怕 谁说不怕 你说这该生辞的事吧 你要是硬来不给 那不行 你要是软了吧 他肯定要干 怎么办 我也是在想一个办法 我是既不得罪官府 又能把茶山给保住 我想不出来呀 这样急得没办法的时候 这下好了 茶山闹鬼了 还是个女鬼 你说啊 这鬼早不闹晚不闹 偏偏这个时候闹 我看 这好像是我们谢家的鬼 不算正式的 可能会是 可能会是 我刚得到两坛了好酒 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送一坛去 是吗 什么酒啊 一听到酒字你就来了精神 这是我犒劳你的 志诚哥 你说这次阁飞书被开中族籍 是不是太重了 哪看怎么说呢 这下子三叔有家不能回 只好住在驿站里 他那么大的官 你担心什么呀 别人八戒还八戒不过来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 看他做什么呀 供茶的事啊 前几天白客简 不跟我们说得好好的吗 是 我知道 是说好的 可是 这些天总见不着他 我的心里就不踏实啊 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 不该是你的烧香败货也没用 你这人呀 就是太稀 太实在 说句你不爱听呢 你呀 不适合经商 不是我爱不爱听的问题 是经商到底要不要实在的问题 算了 我们不讲这些啊 这点问题啊 我们总是争论不休啊 好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哎 阁肥叔何时归敬呢 听阁肠叔说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安庆江西的周府衙门 来人请他呢 做什么 还能有什么 无非是走关起脱门路 歼免了想 早想 早想 赴睡美 阁肥叔可就是个财神爷啊 没准爬得高 摔得很大 你这是什么话 大实话 算了 不跟你争了 干活去 这谢家的茶回京城就再也喝不着喽 您是说 说到底 这还是谢富巡的茶 可是谢阁飞主管朝廷查证啊 就是因为他 我们才喝不上了 下官明白了 你们这些猴崽子 我能不喜欢吗 一点就通 谢阁飞怎么还没到啊 已经派人传唤下去了 大人 您说他还能找到剑子的好地方吗 你当那是找件衣服呢 也别太难为他了 这小子啊 也是真心实意的办事 也算是尽了孝心了 你知道 九千岁的意思是 也不仅仅是用他剑生词 九千岁真是智魔过人哪 谢阁飞大人呢 请他进来 是 罪臣谢阁飞拜见范大人 怎么三天不见就变成罪臣了 罪臣无能 有夫九千岁和范大人恩宠信任 特来请罪 这么说 你没找到那山清水秀之地 山清水秀之地是有 可罪臣没有谈成 三天期限已到 看来这无品乌纱 你是德之义 也失之义 请大人惩处下官吧 你就不想求求情 九千岁对我已是恩仲如山 下官是咎由自取 那如果我不处罚你呢 大人 不过要想保住这无品乌纱 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大人请讲 这也是九千岁的旨意 为九千岁 下官刀山活海赶上 粉身碎骨不辞 行了 起来说话吧 谢大人 要说这个条件嘛 也不难 你可要想好了 你要是再办不成的话 你这顶乌纱帽 可真要丢了 下官知道 请大人吩咐 那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实话跟你说吧 让出谢家的供查 让出供查 对 让出谢家的供查 让别人来做 能办到吗 可是 九千岁 还有宫里的皇后娘娘们 他们都喜欢谢家的 曹西毛风啊 现在又不喜欢了 不喜欢了 九千岁说不喜欢 他就是不喜欢 是 是 好 那我就跟你挑明了吧 断了谢家的供查 就等于断了你二叔 谢富巡的官路和财路 谢富巡之所以腰杆硬 就是因为他的供查 在宫中讨了很多人的喜欢 谢富巡和九千岁的关系 你是清楚的 何去何从 你选择吧 我 嗯 我要为九千岁 效全马之劳 好 一言为定 我还是那句话 等你的好消息 你也回驿站歇息去吧 我知道这几天 你也很累了 谢大人 下官告退 我这次来晖州 要多待些时日 自在清闲的 左山观虎斗 谢大人 不知白大人 找有什么事啊 关于今年供查的事 这往年的供查 是怎么选的 往年的供查 由地方查证考察初选 再由朝中主管定夺 那今年的初选 是哪家 是谢家玉大查行的 曹西毛峰 另外 还有一家被选 是哪家 无济查状 你说的 可是吴良城 是 那你的意思呢 因为宫里的范公公 找过下官 范公公 是 范公公说 今年江南的供查 归谢大人管 谢大人心中有数 若如一定会秉公处置 今年的供查 由于涉及本官家族查行 本官不便定夺 一事公正 选定哪家 由你说了算 赶快去办吧 等等 如果智诚智卿找你 大人放心 下官自有办法 去吧 下官告辞 葛盛大哥 我对不起你 爹 喝药吧 爹这辈子 可是让他们谢家坑苦了 可是我死不明目啊 吴老板 近来身体还好啊 爹 白科姐 白大人 你看我这惨样好得了吗 现在有了转机了 什么转机 王大人被免职了 什么 那又怎么样 你不知道 互不信来的谢阁飞谢大人 是谢志诚的亲叔叔 这我还不知道 但是不是所有的亲切都互相关照的 我不瞒你说 我见过九千岁的特使范公公了 你的好事来了 他这么说 你想着想着想着你 你干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这无家厂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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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共产又跟他们家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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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跟共产又跟他们家了 这共产您得给他们 这说来就来了 快快快 到这边 里边里边 你们帮你们 好好好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你肯定是听错的 一会儿就清楚了 志成哥 白大人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意思 打包装箱 随时可以起运 就等您的令牌了 白大人 托您的福 今年风调雨顺 我们玉大茶行的曹西毛峰啊 比往年的都好 可是这个好是好 今年的供茶交给哪家做 不是我说了算的 白大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看啊 这个去年朝廷的王大人来都选供茶 是吧 你们这个曹西毛峰给我争了脸面 这个志成还帮我说了那么多的好话 我都记着呢 可是 今年不一样了 那么多家茶行都在争作供茶的生意 我一个给朝廷当差的不像你们在街面上做生意 好多事情 心有余力不足 白大人 这不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吗 难道今年朝廷不受我们家的供茶了 定下来的事也会变 你们也知道 这户部的官员办事严明秉公无私 要想通融 不大好办哪 你的意思是说我三叔 你三叔那可是大公无私的好官 白大人 难道说是我三叔挺了我们家的供茶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只是说你三叔大公无私 那好 白大人 如果三叔同意我们家做供茶 你还有什么说的 那好啊 谢阁飞 谢大人那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有几个脑袋敢违抗他的意思啊 如果他说把供茶给你们做 那我何乐而不为啊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我三叔 志成 我们走 走啊 别忘了 让谢大人给我发一纸公文过来 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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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我有话说 咱们不用去了 我好像都明白了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志成 你明白什么呀 不行 今天我必须得去 我一定要把这事情问清楚 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三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志成 我要去处理紧急公务 什么事说吧 供茶的事 供茶的事得找白客锦大人 三叔 志成 过去每年的供茶最终决定权 在于护部主管 对对 这过去都是由朝廷派办决定的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现在朝廷不管了吗 三叔 你现在是护部主管 你的意思如何呢 查证司定了的事 我怎么好再插手干预啊 我怎么好越租带袍 我的意思啊 就是禀公办事 禀公办事 那你在为谁禀公办事 禀公 那供茶就应该是谢家的 三叔啊 你是饱读师叔之人 内举不必侵 外举不必仇的道理 你应该懂吧 志成 你说话得有点分寸呢 我也只想知道三叔 你是不是把谢家的供茶 做了什么人情了 志成 志成 你太放肆了 三叔 志成 三叔 事情都让你给办砸了 怎么会是我 怎么不是你 他现在是朝廷的官员 你怎么可以跟他这么说话呢 一点脸面也不给 一点余地也不留 现在可好了 彻底把他给得罪了 我们的供茶生意 彻底完了 你才知道没希望啊 我告诉你 这次供茶的事 就是三叔捣的鬼 你就没有发现 他很心虚吗 难道三叔还怕白克捡不成 他是怕魏忠贤和范公公 那也不至于拆自家台阶呀 再说咱们家的供茶 论品质论质量都是最好的 就算没有三叔这层关系 选来选去也是咱们家呀 这个事情讲不通 关键恰恰就在这里 你还不明白 在修祠堂的事情上 三叔丢了面子 为了不丢乌纱 他只好加倍地讨好阴党 而白克捡和吴良成 早就和范公公和魏忠贤 串通一气 你的话 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可是也就是猜测 三叔不至于如此 我们也没证据呀 你不相信啊 走着瞧吧 我还就是不信了 我找他去 芷青 你回来 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好不好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就把心意库拿到手的贡茶 送给那个吴家插庄吗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咱们谢家的贡茶 竟然毁在咱们谢家人自己手里 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 三叔为什么如此卑鄙 智商哥 你凭什么断定一定是三叔搞的鬼呢 走吧 智商哥 智商啊 你能来 三叔高兴啊 智商啊 三叔知道你还在为贡茶的事生气 明天三叔就要离开晖州了 临走前 我想来想去 还是得当面跟你解释一下 三叔 现在只有咱们叔侄二人在这里 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好 好 凭公而论 用您的话说是秉公办事 贡茶 是不是应该属于谢家 是 那你为什么给了吴家 好 智商我告诉你 范公公 或者说是朝廷 是不是通过你的手 把原本属于谢家的供茶给了吴家 智商 也就是说 白客浅 范公公 还有朝廷都知道这件事情 是通过你的手 你决定的 智商你听我说 三叔啊 请你说句实话 到底是 还是不是 是 也就是说 你真的认贼做父了 你 你知不知道 是燕党迫害二爷 是燕党杀害了我爹 你的亲大哥呀 智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就把心里话都告诉你 今天三叔之所以找你来 也就是觉得只有你能理解三叔 三叔也是实在没办法 当今朝堂之上 谁敢跟九千岁作对 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啊 智商 三叔比不了你呀 三叔这辈子还能图什么呢 不过你要相信我 三叔这么做 不仅仅是保自己的荣华富贵 同时 也在保全歇途人的命运 不对呀三叔 还有比荣华富贵 比命更重要的东西 那你说是什么 良心 气节 尊严还有责任 三叔啊 无论一个人 一个家族 甚至一个国家 如果失去了气节 丢掉了尊严 甚至放弃了责任 他就失去了灵魂 夸夸其谈 按理说我作为晚辈 不应该指责长辈 但是有四个字 你是一定要接受的 哪四个字 卑鄙 无耻 切智诚 你太让我试骂了 现在 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机会 你永远也找不到回家的门了 这才是咱们谢家 最大的损失 三叔啊 我的痛苦 不是因为失去了贡查 没错 失去贡查是一大损失 但这种损失 并且我三叔的堕楼 就不再是损失了 咱们谢家的人不都是完人的 但谢家除了像您这样的一个人 那才是谢家真正的不幸 和悲哀 三叔啊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叫你三叔了 你多保重 好 就算是三叔干的 他卑鄙他无耻 这又能说明了什么 啊 还不是说明我们失策了吗 我开始就说过 现在做生意 只讲诚信不行 可你就是不听 现在怎么样 让人这生生给算计了吧 我们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看呀 全都因为你得罪三叔 没有按他的意思 给九千岁建祠堂 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如果三叔能够替我们说话 那个白客奸敢动我们吗 不撞南墙不回头 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不愿意巴结九千岁 人家有人愿意巴结 一巴结马上就得到好处 谁还像你那么傻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死了 我也不做那些下界的事情 好好好 我下界你高贵行了吧 你高贵 可是我们这些茶怎么办 本来是用来做供茶的 现在砸在了手里 卖也卖不出去 钱也收不回来 你说怎么办 卖 卖 怎么卖 拿到世上做商茶卖 我就不相信 离了供茶就不获人了 离了供茶就不见商了 如果我不能凭借自己的本事 养我前后谢 就不配做谢家的子孙 配做会上谢格圣的儿子 刘伯 刘伯 客官 这可是我们上好的薪茶 怎么现在才买薪茶 晚了 所以我们才减价了 我已经进过货了 不要了 客官 客官 新老板 我爹跟你商量点事 请 知青东家 我是不忍心看着你们受这么大的损失 才伸手帮你们的 要不你们今年的茶放到明年 还不是变成沉茶了 可这件事 我得和志成商量商量 怎么 生意上的事你做不了主 也不是 要光说志成嘛 我还真不想帮这个忙 他这个人呢死心眼还要面子 心气挺高 只凭义气用事 在眼下的世界里做生意吃不开 反正我要大批的进茶 如果你们不卖 我可以从别的地方进货 那价格上 吴老板能不能再给加一点 不行 我这已经很照顾你们了 志成哥 志成 志青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吴老板想和我们谈生意 谈生意 谈什么生意啊 吴老板想把我们的新茶全部卖下 是吗 志成 我可是在帮你们哪 什么价钱 比商差低一些 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 我们都是生意人 你诸货我诸价 乘不乘在底 志青 我们走 志成哥 我们在商量上 商量什么呀 咱不能让人白白抢了我们家的供茶生意 再狠狠地砍一刀吧 谢志成 你不要忘乎所以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这是在救你们 你在救我们 你有这样的好心吗 你巴不得我们青家荡产你才开心吧 供茶你是怎么得到的我知道 你买我们新茶的目的我也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是把新茶放上了陈茶 我也绝不会卖给你 你 你说的不错 我们都是生意人 但首先我们是个人 如果我们为了利益 就去干那些诸狗不如的事情 如果让你这样一个人得逞了 那天下还有什么正义可 还有什么善恶可讲吗 没错 你现在是一时得逞了 你成功了 但你自己想过吗 晖州的商界和老百姓 是怎么看你 吴老板的 吴老板 你做了这么多卑鄙下作的够大 你就不怕老天爷惩罚你吗 你给我住口 吴老板 你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吗 是作恶是得的 我告诉你 善恶是有报的 千夫所指 不病无死 你 我想天下正直的商人 都不会和你这样肮脏的人做生意 你 你 智青 我们走 行谢的 谢志成 你 爹 爹 你没事 爹 你 爹 志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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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他买我们的茶有什么不好啊 智青啊 你糊涂啊 他这是趁火打劫啊 我们不能丢了自己的领面和我们的名声 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那我们现在又认输了吗 我们没有输 我们只是丢了供茶 但我们的名声还在 我们的幸运还在 这比什么都重要 你最好 好 你找我 哥 来 我们喝两重 我不喝 这行啊 供茶的事还消不开啊 哥 我想和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说吧 我想和你分开 哥 我想过了 你和我的做法太不一样了 这次供茶的事情 如果按照我的做法 也许可以保住 那你是什么做法 仅仅依靠阁非三叔保住供茶 志青啊 经商之人要正直 诚信 靠着别人不会太长久 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 都得走正路 哥 你就以为无良城走的是歪路 你走的是正路吗 是的 你和我父亲一样 自以为是正人君子 可是现在谁看中这些 这当初我跟你一起出来 可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那你的大事也是什么呢 我要发大财 我要成大事 我不能和我父亲一样 一辈子窝在家里 一事无成 也不能和你一样 总是退缩 无所作为 我要做大生意 成大商人 为我们谢家争光 你能有这样的志向 我并不反对 可是你挡住了我的路 哥 跟着你我施展不开 太窝囊 真的想离开我吗 不是一次冲动吧 嗯 之前你想过没有 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 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 别人会不会怀疑 我们出现了纷争 会不会怀疑我们的实力 和诚信 会不会影响我们谢家的信誉 你想过没有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本来就出了纷争了 好 既然你觉得 跟我在一起冥想了你干大事 那我们可以分开 你有什么条件吗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我们谢家的茶庄和商后 是两谢的共同财产 我无权分骨和彻骨 我不带钱 也不带物 什么都不带走 我只是另起炉灶另开店 好吧 开业的费用我来付 志诚哥 不用再说了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 就按你说的办法 志钦啊 有一点你永远别忘了 我们是谢家兄弟 你什么时候想回来 可以随时回来 什么时候需要我 可以随时来找我 他们真的分手了 志钦真是太糊涂了 聂障 聂障 聂障啊 他这是鬼迷了心窍了 聂障啊 聂障啊 他怎么能离开志诚呢 他怎么能离开志诚呢 爹 爹 爹 快点一下 你消消气 消消气啊 我我 我希望他能成大气 你们说 他这样怎么能成大气 他就是不听我的话 就是不听我的话 他这样早晚一天是要惹祸 爹 他 娘啊 你看 我指望志青在外边能变个样 能有出息 他 太让我失望了 你说这个家 我 我还能指望谁呢 就剩下个没出息的支流了 还有那个上风百俗的余分 我对不起他们早死的娘啊 你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再说 听话 别闹啊 各位呢 大嫂 三叔来了 哥们 哥们 好好躺下 躺下 三弟 那边坐 阿珍哪 你把这两个孩子带到院里去玩 来 出去玩 走吧 两位小少爷 是 咱们出去玩啊 我说秀才 你应该是个想得开的人了 我这么点事生气 不值得 三弟 你知道那两个小的分手了 志成也来信了 要我说呀 小哥俩的事 大人 别操这个心了 虽然分手了 谢家查庄有志成在管着 那我们也没什么可忧虑的 志青呢 年轻 想出去闯荡闯荡 我看也是好事 也让他出去历练历练去 那我说啊 这山不转水转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小哥俩又转到一块了 三弟说的也是 但是现在 哥文他急火攻心 因为贡查又失手了 志青又不争气 怎么能让人不着急吗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 贡查的事谁都不怪 就全毁在谢阁非手里 三叔师说 哥非真是死心塌地了 作孽 要说气要说急 我比你们谁都气 谁都急 可再想一想 那有什么用 没用 谁让我剩下这么一个孽障 再说 志青和志成他们俩分手这事 也不能全怪志青 三叔啊 你真会安慰我 各位呢 我真的不是想安慰你啊 你想啊 贡查失手了 谁不着急啊 那志青肯定要着急 但他毕竟年轻 看不透 他也想不到 他的三叔谢阁非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来 他呢 他就怪志成 他认为是志成得罪了他三叔 才导致了眼下这个局面 无知啊 幼稚啊 好了好了 这事不提了 不说了 我今天来啊 就是要跟你说 志成啊 他想放弃供查 做商场 他想让我问问各位祖老的意见 如果你们没什么意见的话 那志成就放手去干 好啊 三叔 你就让他放手干吧 志青这小子 你得让他回来啊 他没有志成 他逞不了事啊 这事你就顺其自然吧 八嫂 我们就别操这个心了 奶奶 哎 绣云哪 找我有事吗 奶奶 我想去趟灰州府 灰州府 奶奶 我想去趟灰州府 当面劝劝志青 让他还是回到志成那儿去 你爹也正为这件事情着急呢 去吧 让阿朕陪你一块去吧 你好久没有回娘家看看你爹了 顺便回去一趟吧 可是这样就会多耽搁些时日 我担心奶奶在家里没人照管 放心吧 奶奶还能动得了 这家里还有支溜呢 她也该懂些事情了 那这样 请奶奶跟爹打声招呼 我就去了 嗯 绣云哪 奶奶 你顺便帮我打听一些郁芬的下落 这个小冤家 如今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痧痧痧痧痧啊 检查 老板 来个烧饼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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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 老板 给碗水喝吧 老板 给碗水喝吧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好 净春 两位客官 请慢用啊 慢用 喝点水 嗯 喝点水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已经会落到这种地步 算不倒霉 谁让我得罪了人家 我还算命大 人家只要我一条腿 没要我的命 可是你断了腿 你以后还怎么唱戏 要是不唱戏了 我还得罪不了那位大爷呢 算了 人家是砸了我吃饭的家伙 我这辈子 算是完了 本来 我是没脸回来 可是 我又能去哪儿呢 我是没有地方去了 你别哭 只要你回来 我就养活你 不行 我不能靠你养我 我回来 就是想看看你 看看师父 然后 我就走了 你还能去哪儿啊 不知道 也许 我就出家当和尚了 你不能 你去当和尚 我怎么办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只要你回来 只要你回来 我还跟你 允芬 走吧 跟我回家